他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不會因為穿得邋邋邋邋的 被人家看不起 被人家提示 我們家並不窮 但是也不有錢 或許我跟現在的一般小康家庭 比起來還算經濟條件不錯 那請問我跟郭台銘比較的話 我算很窮吧 不要用斷章取義的方式 這樣的霸凌式小學式的霸凌攻擊 我一點都不害怕 要來多少來多少見招拆招 總有一天會還我清白 到時候我會一筆一筆賬算 好 來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主持節目 我們要看別人怎麼主持節目 所以我一定會看新台派上線 我要關注李正浩在講什麼 我看李正浩他常常講一個什麼事情 他說許小新事件 我以為就這樣結束了 沒想到我們一天談過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對 貴雅請假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許小新他不放過我們 他不放過益川哥 所以他今天又背了一個LV的包包出來 然後他講了一聲很奇怪的話 他說我們家不窮 但是也不有錢 之前一下說窮只是他說有錢也是他 後來他既然今天比說要跟郭董比的話 那還是很窮 而且有一件事情他說他媽媽因為是賣早餐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我要背幾個名牌包在身上 這樣我走去百貨公司的時候才不會被人家瞧不起 我們這一個議題呢 已經談這是第三個禮拜了 謝謝許小新 因為他不斷的圓圓的給我們很多的柴火嘛 然後所以川哥 他今天又背那個LV的包包 四叉貓眼睛真的很尖 他馬上發現你不只一個LV喔 這個許小新是禮拜六 今天禮拜一 禮拜六他就背那個包包在另外一個節目上 他把那個包包的來歷 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有什麼穴穴 穴穴還滴到口腔 那個主持人說 我都聞到味道了 叫那個攝影大哥說你看 這個穴穴都跑出來了 很苦的就對了 那個攝影大哥說每一個來賓都背從中來 你知道嗎 就說小新是到外國的 背這種包包背到來地 來歷都已經都生成這樣了 還在背啦 他就改歲嘛 改歲說因為媽媽開早餐店 怕出去沒面子 所以會買這一種包 這個包包就媽媽送給我 所以你們看到我大學上的 背的那個包包是因為上李宗盛的課 那我就背了那個包包 這樣我很認真看他 有認真有認真 因為背的包包 現在大家看說 這樣真是 那是媽媽給他說 那是三手包 對他說媽媽的朋友送 媽媽媽媽還送給他三手包 對 因為那個電視台 現在比較少人看 沒人關心到 他今天就看幾季家會 再說一道 叫發言兩個包包不一樣 他今天客帳說有屑屑的包 跟他大學拿的包包不一樣 所以代表有兩個 來我這個給你參考 有有真相 這個我們在庭的可能都沒什麼買這個包包 今天過了一個 過了 過了一個 他說他大學背了 你看這個 他大學背的是這個 就有這個什麼滾邊 不知道這個滾邊有重量不重量 我不知道 第二就是LV的這個圖案 這個名牌的圖案 對 他今天拿出來的 是這一個包 這個 這叫什麼 林格文 對 林格文 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 Chris無研究 你怎麼敢唱 這個包 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他變成他有兩個包 他這個題目 他希望我們轉到這裡來 在討論這個事情 沒關係要轉 因為他沒辦法改歲 那個婆婆操代案 那一百萬 什麼他的戶櫃要人幫那件事 他沒辦法改歲 貸款照護幫那條 好 那當然這個四叉貓 我去講他的什麼家人的事 這是早餐店 這早餐店 其實我看這個圖 我發現了一個 蠻特別的東西 請各位看這裡 這裡 看 一般這個房子 鋪不會生成這樣 鋪不會生成這樣 這個地方是什麼 違建 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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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所在是什麼 這個房子當時有沒有 地下室跟二樓 就是 因為他現在他跟我們說 他說他這房子 就這樣 這四叉貓 幫他做3D 免費軟體幫他 對 就是說 早餐店是這樣 他說一坪的房間在這裡 其實他有點寬 因為一坪只能到這裡 我們一堆雙能船就是一坪 差不多 那是五串 六串 沒有什麼空間 如果一坪就是六串 六串 如果五串 六串 旁邊還多三十公分 到這裡 好 他的便租在這裡 許小薰說他洗澡 洗到十五歲都在這裡 跟客人共用廁所 因為現在有一個鋼琴 鋼琴什麼說的 好 這看起來其實是蠻 蠻 蠻酸心酸的 對啦 人工早餐店的女孩 就對了 好啦 慶差一共 但是 許小薰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下 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 一般的庭不會這樣 因為這個旁邊有林房 對不對 你在圍土地怎麼圍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 機關放在村口 改天再揭曉 就是說這一個 這一個房子的東西 許小薰需要我們轉到彈房子 彈他的這個包包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那個金流本身才是重點 那個房貸本身才是重點 劉媽媽才是重點 千萬不要忘記 劉媽媽現在找的是 馬英九的御用大律師 大律師要出手 雖然他上次 跟案子跟瑞德哥 先不要破梗 好 不要破梗 等一下他會自己講 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大律師要出場了 那就是劉媽媽也算有備而來 這整個案子的焦點 就回到許小薰的婆婆 劉媽媽的金流上面 各位千萬不要忽略掉這點 然後讓我們跑去討論 他的包包討論什麼 那個會讓許小薰很快就脫身 生死看蛋不服就幹的人 會說我一定要背一個包出去 才能夠撐出我的氣質嗎 不然會被人家看不起嗎 然後跟許小薰對話 你要注意 因為他最近有非常多的 就是移轉焦點的方式 比方貼他的大頭貼 然後是他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包括那個什麼小時候彈鋼琴 他們家的樣子 然後說什麼跟早餐店 他什麼一直到15歲 都是跟早餐店個人共用廁所等等的 這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以前不知道說 政治人物我們在乎的是 你到底為國家設計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說你們家什麼 是不是有的沒有 沒有到這麼細 然後呢 因為他講說一天生意 早餐店生意可以做到兩萬塊 兩萬塊 兩萬塊 他講到兩萬塊的時候 那後來大家不是說 是不是要去查個稅 對啊 超過年 那個月營也有超過20萬 就有要繳稅的問題 他嗆聲 他說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民進黨你在宣誓 你跟所有的早餐店 跟小吃店 跟豆漿店 然後跟比照徐曉星早餐店一樣 那如果你們要這樣主張的話 通通都來開發票 我們在講的是說 你超過一定的額度 因為你自己說你很賺 一個月可以賺60萬 然後跟他講道理 他就會跟你扯東扯西的 這個 我以前 我們老師在舉例 有說過怎麼寫作文 有一個小朋友說 我們家很窮 我們家的管家很窮 我們家的園丁很窮 我們家的儲娘很窮 我們家全家都很窮 怎麼那麼可憐 一個家庭 有園丁 有管家 有儲娘 這叫做他們家很窮 那他誰不比 他比郭台銘比 我想跟郭台銘比 我們全台灣多數都很窮 我是覺得 這個很像那個小學生的作文 讓我真的大開眼界 我本來想到 以前當笑話 現在居然開始他拿來這樣講 其實我是覺得 他今天真的造成了 很多像我這樣子 比較不懂的賤客的帳戶 很困擾 他跟我談包 今天要等他就會 我只買個曼谷包給我太太 曼谷包大家知道 去曼谷的時候 到處都有觀光地區 各種各式各樣的款式 我最豪華 最想把第一次 把全店裡面某個款式 大大小小通通買回來 還展示出來 那個開蓋 新台幼也才沒有三千塊而已 對 因為曼谷包一個大概500塊左右 沒有 沒有那麼貴 沒有那麼貴 可以買一整組啊 結果呢 我們現在還要研究什麼LV包 什麼年款的 還有什麼混編的 剛剛天了半天回剎剎 這下子很多男人回去都很傷腦筋 為什麼我們要每天跟著徐曉星回去 被老婆唸說 你看人家都有包 我們都沒有包 連三手包 不要說三手了 我們家連 好 不提了 不是 你知道 她是大學就背LV 大學 大學我太太還在尖交架打工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包不是重點 其實還是房子才是重點 畢竟我們一般人 剛剛講過了 因為她的房子又是繞在 可是我跟你講 房子的部分 我們都被下封口令了 因為婆婆很兇 婆婆透過律師講說 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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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你告 沒有 沒關係 我們屏東人知道 因為那個房子那一排 大概都是公教住宅 大概都是大概差不多有 十幾二十年的屋齡 那坪數也差不多 所以你剛剛秀出來說 那個附近的成交架 大概估價不會超過一千 是合理的 至於一直有在推銷 那個富貴要你幫 我過去來財委會 富財銀行不是關股銀行 但我們很好奇 問一下關股銀行有沒有乘坐 因為什麼安心貸 都是會了解 都是關股銀行在乘坐 那很好奇台北富邦做這個 就是一千萬可以帶到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個這麼好康的 為什麼不是八大行戶在帶 這很多人會來抗議 但是我還是覺得拉回來 雖然說徐小新 他們婆婆家的那棟房子 最近真的我們屏東 很多人在問我 要去打卡 要看看這間房子 有什麼風水怎樣 有什麼這間 當初買就沒多少 現在價錢沒一千萬 有什麼可以帶到一千四百萬 到底是風水好還是找到一百萬 還是那個業務經理厲害 台北富邦在屏東就兩千分行 那其實我想他們最近都電話都不敢接 因為總行有交代 旁邊很多的房仲都要問 客戶都要找我們來問 或可以怎麼當台北富邦借房貸 好 但是我還是拉回來談 最近因為我在 社會法治委員會 對 我們那個區是重量級的 三黨的總召都我們在那裡 富總召 柯總召 還有黃總召 不然人家叫白總召也可以 那麼現在 我們現在在這裡說到傅昆琦 這一次剛剛談到很多 今天才在跟一個朋友談 好 出去回來 就這樣 對不起我都怕講錯了 靜宜還是宜靜 我都不敢講了 傅昆琦 我都不敢講了 嚇我一跳 我還要講的 你就是王滬寧等級的 我不敢他有隨便講 我不敢高攀 說到說去那邊換了什麼回來 不是換完小米酒 換了小米汽車 人家說三米黑 拿一隻雞換一隻雞腳回來 領了零演費 以為人家來投資拍電影 這一團十七個人 領了零演費 回來說人家來拍電影 投資上億的大手筆 聽了半天劇本一個而已 我先請教Grace 因為四叉貓 他非常關注 就是巧昆的各種說法 包括他也去幫他弄這個 房子長什麼樣 有平面的有3D 到底面積多大等等 然後他又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說巧昆早餐店 他的最新說法是 大年初一 從清晨四點多 營業到下午12點半 那才有這個兩萬塊 之前講的是說 我們一天賺兩萬 他又撐回去 又說不是不是 就是某一天 大年初一 然後有很多的鄉民 他們就提出不同的意見 留言說這樣 他說 報稅的時候 沒賺多少錢 都是手工費而已 但是要求補助的時候 說我損失很大 就是一般的 他去推敲一般人的心理狀態 然後還有一個人說 其實如果是那個年代 大概民國七十幾年的話 或者八十幾年沒關係 反正就是台北 多半都是放空城 回南部的民眾比較多 所以早餐店可以經營到這麼好嗎 是一個問號 因為我們不確定說他那個弱點 或是說到底人客有這麼多 沒有 可是這個網友寫的 我覺得最真切 他說不要懷疑 他絕對有能力能夠講出 五一百萬種的說法 就是說巧欣 他自己會有各種 我們已經見識到他的功力了 然後 他又PO出了他小時候的照片 那因為 靖怡 Grace 你是有躺 你是有去模擬 一瓶到底多大 然後跟葉元支 還有那個主持人 一起躺在那邊了 他說你們都在霸凌我 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所以他才必須要再澄清那麼多事情 我必須講 我就是看不下去 一隻貓 4X貓 奇怪 咬著那個蜜花一直不放 蜜花應該很兇的 所以我用科學家的精神 想說幫徐曉星來實驗看看 結果你知道 我們就來看 是徐曉星自己說 他說他小時候住在一坪大小 爸爸媽媽跟他睡在一起 他是一坪大小 所以我們真的就框了一個一坪大小 放了張雙人床 誰知道曉星又改口 說是一坪左右 你看又無限放大 那我要講 曉星是這樣子 他說他一筆一筆帳都會記起來 我在這邊跟徐曉星狠話一下 麻煩 我那個雙人床 因為我跟葉元支睡過 我不想用 這個乳膠墊 6000塊 記起來 真的啦 我6000塊 你什麼星做的 什麼血星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他很特別 因為他把這個事情 就因為我們在做科學實驗 看來 他就一坪真的會超出 所以他想說完蛋完蛋 就開始要攻擊 他就說 都是你們這些政論節目在霸凌我 沒有耶 其實我一句負面的話都沒有跟他說 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很特別 他今天特別還換上了 他小時候的頭貼 對 為什麼 他就是想要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周全 他一直是說他是親含家庭成長的小孩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霸凌他而已 我們反而是在嘲笑 愚弄這些窮人家的困境 我覺得我對這一點 我真的完全不同意 為什麼 我今天就反過來問許小欣 你這個名牌包包拿出來都說是三手 你就排出一個三手線 你就直接 直接在立法院 義賣就好了 我們一起可以捐贈給這些清寒的家庭 但是我必須要回來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誰 我覺得很特別 是許小欣自己 一坪的大小是許小欣自己說的 我只是做了一個科學實驗 我還搬了床墊 我都計程車費加上通告費 都不夠了 我跟你講許小欣 我也是苦的 我是苦來的 對不對 還要搬自己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這些網軍側翼 不要故意 把我們這個圖來放個腳尾飯 真的啊 對啊 說我們躺在那邊 然後放腳尾飯 我覺得這種水準 真的是 跟許小欣一樣而已 但我要講 許小欣你最好 我覺得你就是 回到本案來討論 討論什麼 第一個 你有奢侈品 該申請 該申報就申報 被罰錢再補申報 第二個 如果你有借貸 那麼麻煩你 不管是50、50萬 還是怎麼樣 你有借貸還是等等 對不對 該申報就申報 反正現在已經到報稅季了 第三個 你婆婆的事情 我覺得你突然間找律師來 好像要會告人來通募大家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這樣 去做言論的牽制 你婆婆就講清楚就好 那我也是覺得富邦銀行 也要講清楚嘛 到底有沒有一代一代又一代嘛 你講清楚 我覺得大家都很明理 都很知道說原來是怎麼狀況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好那我先請教律師 然後瑞德哥有一個特殊的戰功 等一下來補充 那這個他發了一個聲明 他找了一個吳伯鴻律師 這婆婆講新詞 然後他就講 什麼一巫三代 不要一代一代又一代 你以為用話術代破 我就不曉得 然後再來呢 有說什麼有沒有關書 或是喬貸款 喬利息 或是詐欺共犯 等等這一些 都是不實的 再講的話 律師可能你要自負刑事責任了 所以就法律的觀點 我們可以聊還是不能聊 當然可以聊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公共議題 他用這樣的律師 喊的發喊方式 當然是他們要點出 這個吳伯鴻 幫馬英九辯護過嘛 等一下瑞德哥會打他臉 所以我先不過梗 他幫馬英九辯護過 所以說他是一個 馬英九級的律師 許小欣的婆婆 馬英九級就是總統級的律師 他說他意思是說 他也很有政治影響力 你連這個都幫他安排好了 都有這樣的政治影響力 那總統級的律師 我們拿總統級的律師 來打臉剛好而已嗎 所以我會繼續講 你也是總統級的律師 所以我會繼續講 是因為房屋幾個貸款 刺叉貓找出那一個 那個成本很清楚了 三次嘛 所以三次這件事情 一個房屋三次貸款 當然是合理講法嘛 這樣目前的事實證據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說大家去質疑 喬貸款這件事情 喬貸款這件事情 是從哪裡發生的呢 許小欣在第一時間回應說 我有幫忙處理那個 婆婆去貸款2000萬 他有去處理 幫忙利息的部分 沒有 墊付嘛 他說貸款2000萬 然後他有去幫忙 處理部分 利息的部分 一開始的講法 對 一開始的講法 這個是源自許小欣自己的講法 後面當然一改口再改口 這個後來什麼墊付100萬 然後變成贈里100萬 一再改口 這是後面的事情 但是源頭還是有 所以這個部分的質疑還是存在於 許小欣的合理評論 所以全部的合理評論 不用怕他告 只要有事實基礎 經過合理查證 法律上就站得住腳 我要這樣子講 現在他們講說 你看台北富邦開始 已經講了一個聲明 好像還他清白 台北富邦如果真的要挺他 出一個集合報告 這個集合報告有什麼內容呢 你看他可以去個資 裡面有關與這個房屋 他的見價證明或估價證明 去個資 你就把姓名可以移掉 地址可以有一些部分的遮掩 我再說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要去挺說 這個許小欣的婆婆貸款沒有問題 這個出來的這個計合報告 不是說只是一個 富邦銀行自己的講法說 我沒有不罰喔 沒有關說喔 這個講法其實就是 有種像是自己辯駁 為什麼 銀行法很重喔 銀行法的特別背信罪 如果我今天給人家抄貸 他特別背信罪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去徒刑 比詐騙集團還重喔 銀行法 所以你不要期待 富邦會去講說這有什麼 他不可能自己承認 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要 如果他真的要挺許巧心 他應該是拿出來說 我這個當時的集合報告內容 有這個見價的證明 這個房子 帶來1450萬 都還在八成以內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會質疑了 沒有超代 第二個是什麼 我拿出當時的契約約定的利息內容 我可以不講當事人是什麼 我就把它各自的部分做遮掩 但是利息的部分符合行情 集合報告的內容只要拿出來說 這個證據資料都有 大家都沒話講 我們不會再質疑了 就結束了 同樣的 為什麼之前會講說 許巧欣應該拿出來 這個是本來也沒有要許巧欣拿出來 但是他拿出了一個奇怪的截圖 這個截圖是銀行行員跟他們的對話 說不認識許巧欣沒有關說什麼 他拿出一個奇怪的截圖 這個截圖的內容 後來被吳朗東變成笑話 就變成世界帥哥了 所以變成笑話的時候 這個截圖奇奇怪怪的對話內容 沒辦法證明什麼 在法院在看的是什麼 要看原始的證據資料 所以許巧欣與其拿出奇怪的截圖 他就是拿出一個 他當時婆婆去做富邦的貸款的 見價證明 估價證明 證明沒有超代 這個質疑超代部分就結束了 第二個是什麼 拿出契約 契約約定的利息 我沒有處理的利息的部分是 我如果只是幫助家人去處理利息 但是我沒有去壓低利息的內容 我沒有去做要求優惠 這是一般的行情 他就沒有違背職務的問題 不會有圖利罪的問題 沒有跟職務無關 如果是這樣的內容 利息沒問題的話 他也就自清就過關了 但是因為許巧欣拿出一個奇怪的截圖 然後到目前為止 富邦的講法也只有一個聲明 然後沒有拿出任何計額報告或原始文件 才會讓這個質疑繼續下去 然後發了一個奇怪的聲明說 你看我已經請律師了 是馬英九級的律師 馬英九的律師跟你講說 你不能再評論這件事情了 你不能再去講這個房屋有三次貸款了 你不能再去講說這有沒有什麼質疑 他有沒有利息的問題 這些根據都是源自於許巧欣自己的講法 源自於這個目前已經有我的現有資料 房屋貸款幾次 這都是合理評論 大家繼續講沒有關係 法律上站得住腳 有本事他就告 那講到這個律師 說是總統級的律師 我剛剛說定也是總統級律師 然後交手經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有嗎 這位沒有 這位沒有 但是瑞德哥有 瑞德哥真是令人景仰 是沒有說 那麼我先講 因為許巧欣他特別在臉書上面特別講說 我的過去不會因為任何造謠的人而改變 我的現在只奉獻給珍惜我和能愛我的人 我的未來會繼續往前勇往之前生死看淡 不胡就幹 他如果真的生死看淡 他就不會一連串 在兩三個禮拜裡面一直在裡面打滾打滾打滾 結果因為他貼出了一個小時候的照片 在四叉貓溫朗東等人的這個汛染之下 整個網路上面掀起一片 我也來了 大家來看小時候 五十年以前的我 那個眼睛的殺氣 你知道嗎 那個殺氣還在 我現在可愛多了 殺氣的還在 那麼當然許巧欣的婆婆蔣女士 他委託了這個所謂的馬英九的委任律師好朋友 這個所謂吳伯鴻大律師 然後發了一個律師函 譯書就是說 其實他最主要是說有一家周刊把他寫錯 對不對 那周刊寫錯那部分我們大部分的人 大概都沒有在討論那一塊 這有關於什麼 什麼吳伯伯伯 什麼有個林姓男子 我們大概都沒有來討論 然後他要警告說 就是復律師背的那個 警告就是說如果你在談那個 因為富邦已經幫他做證明了 可是問題是富邦做證明 是富邦的片片之詞 對不對 到底怎麼樣 富邦也沒有公佈到底怎麼樣 很奇怪的是 我覺得很奇怪 蔣女士其實你大可 用最簡單的方式 在不洩漏個資的情況下 證實我絕對沒有抄帶 沒有一屋三代 也沒有抄帶 我的房子就只2000萬 譬如說我只2000萬 代個1450 這個名詞好熟 1450 1450 那我覺得合理 你為什麼 你不用去請律師 而且我覺得 能夠幫馬英九打官司的 總統級的律師應該是很貴 律師會應該是蠻貴的 對不對 所以也意思說 你如果還這樣 我還要幫你 這個總統級的律師 確實應該蠻貴的 他也代表馬英九真的打贏官司 這樣就是本人上此節目 新台灣加油被他告 很簡單 告我的人是誰 告我的人是前衛福部的國健署署長 邱淑婷女士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被告 張玉台先生 他是前和平醫院的急診室主任 還有一位王定宇 我們在本節目當時討論是在疫情期間 有關於這些疫情 所以討論到過去和平醫院封嚴的所發生的事情 可說公平 你要跟你告 告是你的權益 跟你告 委任律師總統級的 這件事情他告我的這件事情 還在大律師吳伯宏律師的檢介裡面有這條 不過他檢介裡面只有寫說 是衛福部國健署長 這個等於說委任他告這個刑事跟民事 他是告我民事 但是他下面沒有括號 他敗訴 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 他沒有括號 你要括號一下 你在民事告我的部分你是敗訴 結果共同學最終重點不是這樣 原告知書家有沒有對不對 他敗訴 對不對 當然我不是說 因為律師不會被贏的 律師可能被贏的 很多的時候律師本來就是一個辯士 所以他不一定要贏 他贏可以輸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個 因為旁邊這位黃定英律師 當時不是徐曉鑫說他敗訴律師 所以他很不服氣 立刻貼了一大堆出來這樣子給他抗 國民黨罷大案 重點是這樣 因為你要說人敗訴 說我很偉口 我本來沒想要把他拿出來對不對 我就很偉口 為什麼 因為我有跟他出了五次庭 你知道嗎 前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些都是委任律師 委任律師 被告黃瑞德 會比較沒有委任律師 因為我就親自當辯士 親自上開五次庭 前三次我都看對方 研告被告兩名律師 兩名在那邊說謊說謊 我都算說比較客氣 第四次就給我了 我就原形畢錄 你知道嗎 我就跟書記官講 不用記筆錄 噼哩啪啦的就下去了 針對他所講的噼哩啪啦下去 今天沒想到說 他又說原來什麼 有禁忌什麼 又要求開第五次庭 好 沒關係 我就去開庭對不對 這是我要求記筆錄的以後呢 我就噼哩啪啦要打回去 我相信他這輩子沒有遇過 像我這樣的人 還不是律師 你知道嗎 還不是同行 為什麼 打冬師有沒有 打冬師當然請律師英雄專業 如果沒有黃帝營就沒有頭髮 你知道嗎 但是我從頭到尾我打官司 我被告74次 包括這一次是75次 然後全營 人家告我的部分 我告人也不多 一千多個人這樣而已 那有的人拿那個不起訴 意思說贏了 不是啦 刑事訴訟法裡面 算說妨礙名譽有沒有 裡面的公安侮辱 那個很清白 跟你去拐啦 或是要查你的個資 很簡單 所以上個禮拜 憲法法庭說什麼 要限說要幹什麼有沒有 在公安侮辱的部分 我問你 如果跟通監罪一樣 全部都弄掉了 以後什麼人弄 可以隨便罵人 我講坦白的 因為我明示就不能動用 這個警察權去調查的 等等 重點是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打官司本來就是有輸有贏 但是他借這個施壓 你知道嗎 他借這個讓你怕說 你還繼續說 你還要用告 剛剛黃定英律師已經講了 請相信我 相信我 只要你講的是有所本 對於可受公平之事 而為適當之評論 你有查證 他就沒辦法跟你告 他跟你告沒關係 我就不給你算 必要的時候 我還可以反告你誣告 你知道嗎 除此之外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最後最後一個總結 我發現我對不欺負我們太太 為什麼呢 這40年來 我沒有買過一個LV包給他 我想真的 我有一天良心發現 對不對 結婚紀念日前夕 我終於走進去 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的LV旗艦店 裡面裡面稍微心批 為什麼我要看一個價錢 夭壽 説一個人說沒有價錢 什麼 北北裡面裡面說 怎麼沒有價錢 我那天花車有 花車欄那邊比較小 我也去 稍微看 LV有花車欄喔 他有一些花車欄比較便宜 大概是兩三萬那種 他怎麼沒有價錢 我這家這麼正 這到底有多少不知道對不對 信息繞了一圈之後 是說這台海啊 這二十十萬的石膏 不知道要怎麼辦 就整個被踏出去的時候 店長衝出來 王先生 我們MIP在二樓 我在哪裡MIP 我整個心臟就給我跳出來 後來經過查證才知道 他的價錢在包包裡面 你知道嗎 然後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沒有買過不知道嘛 我太太不愛名牌 她現在甚至於可以自己做包包 最後我替自己做個總結 感謝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兵雄時不會 所有的甜言蜜語 兩岸一家親 什麼同志一連志 都不會說這個 在你需要的時候 不用你開嘴 我上禮拜去七天日本 然後呢 在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超商在哪裡 我相信貴雅的 大家都看過新聞 那幫台灣募款 那旁邊募款 我這次去 除了懺悔這40年來 沒有買過一個名牌包給太太之外 所有的旅費 都是用我的私房錢 不是 周轉金 零用錢出的 然後我幹了一件事 我請我女兒做了一張 這個相關的直字條 感謝日本來協助台灣 然後呢 台日才是真正的兄弟友好 很簡單 這就是朋友 什麼叫朋友 朋友給你錢的 朋友沒有條件 沒有嫁 大家幫你支持 幫你留言 這兩千塊的朋友 日本就是我們的朋友 我四叉貓真的是功課做很足 他很聰明 他就跟大家教學 地段建號地號要怎麼查 告訴你 一他看三立新聞 所以他發現這間房子 誰這種 在地號是幾號 他就去研究了 他查一查之後 step two 周邊房子才去double check 就是他的門牌號碼住職 然後最後要進入一個屏東線 全方位地籍資料查詢系統 網站點進去之後 然後就有很多細節了 查查查 最後就是我們看到這個1450萬 怎麼貸款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件事情我們 我們大家都想要這樣 因為富邦也講說 這個從頭到尾都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地方 那就是很正當很合理的一筆貸款 不是他不是一筆 他是三筆 一間房子三筆貸款 這是一件事情 然後他這個房子價值 他這個上面其中有一頁 他價值告訴你 這附近的房子 差不多坪數就這麼大 差不多30年左右的房子 最貴的是1110萬 那這樣的話 為什麼可以帶出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他沒有改稅 這許巧欣 或者是劉媽媽沒辦法改稅 這不用許巧欣改稅 這富邦改稅 因為富邦就是說 一賓棟一千萬的房子 你現在要求錢 拜託請找台北富邦 因為他可以幫你設定三次 這是台北富邦有的 今天的金錢沒有 設定三次總價金會變成1450 這是台北富邦有的 我再強調一遍 那台北富邦說沒有違法 這句話很清楚 這句話就是台北富邦 弄這種事情是常態 沒有違法 不然儘管會跑去查 所以台北富邦可以把一千萬的房子 最高抵押設定權設定三次 我想說瑞德哥我們來轉貸好嗎 我們轉貸 我們現在銀行我們來轉貸 我們轉去那裡 我們就這樣做超過錢 台北富邦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這個是你們台北富邦的常態 還是台北富邦屏東分行的常態 還是這是所有銀行的常態 還是這不是常態 這是因為這一個個案 因為他有什麼特別厲害的額外的擔保 或者特別厲害額外的保證人出來了 你才有辦法讓他貸這麼多 否則台北富邦接下來 一堆要找你貸款了 就是你見價完一千萬 你去找台北富邦 台北富邦說 我們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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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做 其他人如果沒辦法 都來找台北富邦 台北富邦走無就讚了 可能會躍升屏東第一大銀行 體管機 體管機可能就會變多了 台北富邦說話都要這麼小 當然他會說我沒有違法 台北富邦會發一個聲明說 不好意思我違法了 不可能 還不是說大胎 他一定說沒有 可是你講沒有 大家現在看起來不合理 我們會做台書的也知道嗎 做房屋仲介 美新城屋價的建商 我去做這個銷售的代銷公司 大家都在看台北富邦這條線做怎樣 因為現在在做代銷 這裡賣家的也去給客戶說 客戶林說 人家屏東分行 台北富邦就能扮這麼多台貨 你如果假路就沒辦法 不然我們自己用台北富邦的 現在建商 每天都在問台北富邦的 問其他人說 你如果都沒辦法 人家屏東分行 台北富邦 屏東分行都可以 你拿這裡假路 搞不好這些建設公司 代銷公司 現在整個人都在找台北富邦 說開這個門給我們進去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如果要這樣賣就對了 我覺得這整個我們的房貸的這個市場 救濟的企業 大家會完全違反我們原來的邏輯 跟我們原來的認知 丫愷 沒丟驚支持 小心嗎 沒丟驚支持 小心說的 我們家沒有很有錢 我們就是比郭台銘還窮而已 然後沒丟驚支持 小心現在賣的這次嗎 沒有啦 有一種窮叫窮的只剩下錢 但是不是適用在小建設上我不知道 我這邊要謝謝Grace 靜宜對不對 我要特別謝謝Grace 因為你今天沒有帶你的床墊男 讓我不用做抉擇 讓我不用在網路上還要被罷了 那個床墊上面睡過 中國國民黨立委 葉原資人 睡一下有沒有機會到 葉原資人 你知道了嗎 要特別謝謝靜宜 今天沒有帶來 讓我兩男 如果要躺下去可能就滿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已經燒了大概三個禮拜了對不對 巧現之間從原本精油的問題 詐騙的問題到不管是 精品的問題 精品的問題 還是房子的 一品的問題 日收多少錢 我覺得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很多的專家在現場 很多節目上很多的專家 我們都覺得我們在檢討它 但是站在有些政治論角度裡面 我們真的在檢討嗎 他會覺得這是檢討嗎 還是說這個東西 我有全國聲量對不對 對我下一次的選舉 或之後有機會攻占大位的時候 是不是一種加分 我覺得這是大家去思考的一個點 因為確實來說 這三個禮拜他獲得了 滿滿的全國聲量 不可否認是 他是我們國民黨的第一女戰將 這個東西 主席也說了 很多的國民黨 我們同志 我們同胞也都說了 這個時間在詐騙那個 我們相信他第一天出來說的話 他有涉案 他就辭職嘛 他老公上他就離婚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朋友還是敵人 我們不如把視角 像剛剛很多來賓說 放在主層 主層池那個那一塊上面 就是金流 到底跟詐騙有沒有牽涉嘛 因為這些案外案 其實我都覺得跟我們沒有關係 開出來的小菜都是 巧心開的 有啦 他自己煮的 每個人的個性的特色 他就是我們的第一戰將嘛 這無可否認的 我永遠都學不來 他曾經教過我 我就是朽木不可凋 我就是一塊朽木 我學不來對不對 但這件事情不繼續說 這個東西國民黨的主席也說 國民黨的很多同志也說 不如大家在剩下的幾天 幾個月裡面 因為他有什麼 以告非止報嘛 對不對 用這種方式 代表說那個是很重要的主稱詞 我們用這個角度去警釘他 他既然說過他政治的負責 他政治的淡數 我們就放大已經去檢視 至於很多網路上 你罵我 我罵你 我就沒有必要 因為上禮拜 成績那時候很對嘛 我認同他的家庭說 但我不認同他的家暴說 既然是爸爸媽媽 我們最重要是什麼 要注重小孩的聲音 小孩就是人民嘛 對不對 我們吵來吵就沒有意義 我們應該是重視的民意才對 那民意我們比窮 在座 誰沒有故事 誰不是從小長大的 對不對 窮都只剩下錢 我們相信跟郭台銘 我們都很窮 但是我覺得這種事 我們政治 我們當立委這個格局 我們應該告訴人民什麼 我們應該藉由這個事件 告訴國民黨 或是吸收國民黨 未來的潛在國民黨員 告訴他們什麼 這才是我覺得立委的高度 主席的高度 甚至是議員的高度 我們應該在節目上表達 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柯市府不是有一個會議的備忘錄嗎 那我們就看到是柯市府的 在109年12月16號下午2點 他們的會議主持人是副秘書長 叫林育宏 那林育宏主持下面的出席人員 有袁大的檔 袁大的資深經理 那還有包括林育宏的辦公室的參議 然後產業局 財政局等等 這一些人 然後還做出了一個說 袁大他們的意見是怎麼樣 說這塊塊那麼大 金錢那麼高 這樣對投資者來講 財政負擔太大了 這樣這一個是這個樣子 但是袁大的聲明告訴你說 主逃告尾 我們就沒有參與這個案子 跟柯文哲前市長 還有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的接觸也沒有 我們根本沒有參與投標 所以一川哥我頭比較傻傻 因為我們都會相信市府公文 對吧 那會議紀錄上面說 有袁大有來參與 而且呢 他的會議名稱 就是北投市北科的 那一個案子的會議 然後投資人的訪談 但是袁大說 沒有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接觸 我也沒有去標 那所以咧 所以現在許淑華議員就講說 可能是會議紀錄造假嗎 那這個就問講話 我們就知道了 今天我給大家看 這是這個減淑培和許淑華 他們拿出來叫做簽 我給各位解釋一下 簽是內部的 一家中嘉賓也當過副管長 也當民眾局長 大家也要一齊政府過 簽是誰 簽是在裡面看得到的 這全部都過後面有副一張 要公告的公文的草稿嘛 這個簽為什麼會流出 總裁兵你以前做副管長 幫你投簽你的秦才有媒體嗎 不可能 那叫內簽啦 內簽是內部交通用的啦 要發出去叫做個 個 喊稿 稿先寫好了 改一改出去正式發函 簽出去叫喊 所以照道理來講 減蘇培是拿不到這個 這真奇怪 照道理來講 但是他現在有丟出來 是誰偷偷的塞蘇培 這給你 吹哨者 那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一個簽 然後裡面幾個重點 第一個這裡有寫14家 14家在這裡 14家就是這裡頭的這14家 大家有去訪談 訪談的個別紀錄 為什麼這些訪談 有一些沒有意見 全部都說有的 什麼意思 我們對這個沒興趣 不要再跟我問 可是為什麼要去問 因為這個抓人管理公司有KPI 至少訪談10家以上 所以會來床長的 床長先到一個拜託幫我簽一下 那有些有表示意見 有些沒表示意見 所以施在這裡 第二個 這裡頭 我跟你講公務員最聰明的 這怎麼做的都知道 公務員強調說 接下來我跟你說 後面這所有的事情 都是市長市決定的 笑笑 市長市會議 所以是市長市決定 不是我 我沒有那些誤會 這都是市長市決定的 關鍵這幾個 是中市開會決定的 公務人員不會沒事自己寫一個籤 直接 我跟你說 我以前看到這個 我就知道公務員 實在是 搞鬼 不是搞鬼 他為了他把握自保 留一手 自保 第三個 把它拆成個別招商 對 個別招標也在這個公務裡頭 而且這裡頭特別強調 第一筆基地 就是那個什麼金人堡那個基地 對 T16的那個 他要投資計畫書 其他兩個沒有 不用 他完全沒有庶民理由 完全沒有 就是說他不是分開招的 也是同時 然後結果第一個不要 後面兩個不要的 沒有庶民理由 這個公務會過 我也覺得很奇怪 照著你來講 應該是說第一個因為怎樣 所以要投資計畫書 第二個第三個因為怎樣 所以不用投資計畫書 這個也沒庶民理由 看到這個大家都沒意見 第一次公務員都沒意見 第四個 這些所有的在這裡 柯文哲都看過 因為這先走到後面的 旅約保證金 這柯文哲都看過 柯文哲他有承認 他說這個 從頭到尾都知道了 公文都是他簽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公文 監察院我剛剛問的那些問題 如果監察委員啟動調查 這些公務員通通要回答 那最後一個就是這一個 柯文哲最後這一個簽名 他會想說這個張 這個張是柯文哲對不對 那日期呢 這是柯文哲自己蓋的嗎 來 把它放大 這一種數字 是不是柯文哲的字 是 柯文哲的字就是這個形的 他的數字就是這個形的 很清楚的 所以這是柯文哲 所以從頭到尾柯文哲都知道 這個案子從這個多少錢 要拆成幾筆訪談過幾次 我再給各位看最後一個關鍵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星光參與的時間點 來 星光接受訪談 11月11號接受訪談完之後 隔天 他們這個開了一個會 決定改變投資策略 後面這都是假講的 這都是假塞的 人家弟弟假講的 這都是假講的 陪伴的 就是到這裡就定案了 那我請問來 這一場會議 這一場會議 有沒有把上面的 這一個單位的意見拿進來討論 有沒有拿進來討論 你要開這個會 要決定做招商的策略 請問承辦的同仁 承辦的科長 這個產發局的局長 會不會舉手說 我們這幾天 有訪問過幾家 他們個別都有表示意見 其中有一家廠商表達了 什麼 給各位委員 給軍長參考 我一定都這樣說的 這裡會有人聽 這裡有討論 所以你有所本的嗎 你不是亂說的嗎 沒有 這個都有所本 這都訪談過 都有所本 所以才做這個決定 可是訪談3比1 三個都不需要 只有一家說要 這都來背 這都來背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兩個的日期 就是這個案子 最關鍵的這個事件點 那我們今天也請來了 蜀華議員 蜀華議員我要請教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這一張 為什麼聲明稿說沒有接觸過 可是會議紀錄裡面有 而且你說這會不會 會議紀錄有造假的問題 那可能要去問這個 林玉宏副秘書長 他的回答就是說什麼 以什麼公文為準 他就是沒有自己的意見表達 然後還有就是這一個案子 為什麼價錢 就是金額的部分 標的上權 原本是86億 他有好奇怪 但是最後 台北齊寸土寸金 他還可以降價 這是我們沒有看過的事情 但是黃珊珊他講說 因為我如果是這個地方 這堆堆我表不出去了 我們就要檢討 我們檢討的方式就是 好啦 那我們看拆一拆 讓金額比較低 那不然呢 我們就拆完之後 我們再打個折 再打個折 標得出去為他們的唯一的目標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寸土寸金的地方 然後你好像大開方便之門 就是為了那一些 刀叉吃人肉的財團嗎 那你的了解是什麼 對啊 其實我越看 我越覺得太生氣 因為我本來想說 這個不是一個標案嗎 那你一直寫了一大堆的名單 那個投資人的 潛在投資人的名單 寫了一大堆 好像十四個人 我現在都覺得扣掉星光 再扣掉這次的爭議 這個原大 那甚至還有十一位 都覺得十一位 到底有沒有去諮詢 到底有沒有真的去問 好 那我們回到原大的部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那麼大動作的反彈 我也覺得蠻訝異的 我後來再調一下那個 星光的這個 他們當時的訪談紀錄 他的訪談紀錄裡面 就是叫他們三塊要切開處理 這星光的 他正式有反彈紀錄 三塊切開處理 然後那個權利金要下降 所以星光要求說 這這麼大塊我吃不下來 然後再者是金額太高了 我們可不可以打個折這樣 沒錯 訪談的過程是這麼講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 策約 策約開發管理 這個就是我們的PCM 就這個案子的PCM 專案管理 對 總共四百萬的標案 他拿去了 那照理說 整個會議裡面 都要有這個人 都要有這個公司出席 因為他是必須做 整個的計畫的已經訂 然後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原大 你看原大的 這個訪談紀錄 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PCM 然後呢 沒有哪間公司 對 沒有哪間公司 然後呢 重點是 他寫的這個內容裡面 跟星光的內容幾乎都一模一樣 訪談內容都一模一樣 所以為什麼原大會跳出來 非常嚴厲的駁斥 沒有接觸過啊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這些東西 我就沒有說這些話 你為什麼要塞在我嘴裡 所以他才要開這樣子的會議 那做這樣的反駁 那後來呢 昨天就有某個媒體的記者 去問了原大 後來我再從那個記者的嘴巴裡 我再去問他說 那到底是怎麼樣 他到底有沒有去 結果呢 原大是有去 他是十二月的十六號 下午四點到市政府 去談的是內湖的一個BOT案 對 我跟你談內湖的案子 你跟我講四北科的案子 沒錯 然後呢 那個標案呢 事實上他們就在進行當中 重點是在於說 他是下午四點啊 可是這個會議紀錄是兩點啊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會議紀錄 這個就很奇怪 然後我剛剛又去調了 我說所有的會議紀錄 這很奇怪耶 我就說沒有簽到嗎 你們今天說訪談的話 要有簽到嗎 他本來是跟我講沒有簽到 沒有所謂的簽到的資料 結果後來我一直嗶嗶嗶 後來生出了這一張 難怪那個秘書長林玉宏他回應 剛剛林玉宏的回應是說什麼 他說一切都是台北市官方的紀錄為主 那其他的他不發表任何意見 為什麼他這樣講 來來我們看這張簽到 我就覺得這張簽到 這太誇張了 這剛剛拿到的 你知道嗎 下面居然有元大的簽到 有元大建設的簽到 也有元大人壽的簽到 都有簽名喔 那這個簽名居然是 抬頭是寫下午兩點的簽名 重點是主持人是誰 林玉宏 不敢簽名 那到底這個會是誰開的 這個會是誰開的 林玉宏不認帳啊 那問題是這個 這個會沒有代理 都沒有代理 來我們看這一張 來來來我們看這一張 官樣的文章 下面這邊蓋的章 是林玉宏辦公室的章 但是林玉宏本人沒有簽名 然後呢 逼的元大幾的都簽名 談的是下午四點的會 然後呢 所以我就說這個太離譜了吧 你林玉宏 難怪林玉宏會這樣講啊 因為我不用負責任啊 因為我沒有簽名啊 所以你們來問我沒有用啊 你全部以官樣文章為主 官樣文章我沒有簽名 他說我請律師來請教一下 原來他的官樣文章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喔 對 因為我我就不用負責 因為柯文哲上面有按壓嘛 就算他要負責嘛 對 柯文哲要負責 這要負責嘛 對 所以那他 這不用負責啊 所以林玉宏說這個不干我的事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林玉宏的背景 林玉宏他本身 他父親叫林鐵國 然後早期是認知在台北市政府 養工處的那個記事 離職了以後 就由前市長林柏龍 推薦到胡志強那裡 擔任首次擔任市長的競選總部的 總務工作 然後呢 從此以後他就跟隨著胡志強了 在胡志強那裡 然後專責 就是小金庫的一些業務啦 反正他就一直跟著胡志強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爸爸的背景是這樣 然後他後來就一直當公務人員 然後就一直在台北市 然後後來 到現在北市科 我覺得蔡壁如應該也略知一二 所以我還是呼籲大家 趕快去問一下 他到底是不知道什麼狀況 我真的 剛剛才拿到這個簽到 為什麼你林副秘書長 不敢簽名 然後這個會議紀錄 又從林副秘書長辦公室 發出來的會議紀錄 那到底這個簽名 現在那個原大又出來反駁說 我是下午四點開的會 我開的是內湖的會 所以這個跟我沒關 然後另外我再說明一下 為什麼原大 我也覺得原大真的蠻怪 他為什麼那麼生氣 那後來才發現 我後來才去 因為他去提說內湖的那個標案 BOT案 我就去調內湖的BOT案卡 就內湖的BOT案 難怪他會那麼生氣 因為內湖的BOT案是在這個 109年的12月1號 開始辦理這個公開的招標 BOT案 他是 他不是設定地下權 他是BOT案 好他第一次 他就去投標了 那投標後來審查審查以後 他說他分數不夠 最後說他分數不夠 資格不服就把他刷掉了 然後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不是都談好 就是 剩下最後臨門一角 對的 所有的東西我都看過了 對 我都已經了解了 後來又開了第二次標 那想說好吧 那第二次標 那我就繼續吧 結果第二次標評審最後 他是最後一名 新官還比他前面 最後是被偽創拿走了 所以他會認為說 你從頭到尾把我當作陪榜嗎 對 會一直陪榜一直陪榜 那市政府到底是不是在搞我啊 所以他一直覺得 有一股怨氣吧 我覺得啦 所以他們才會 在這一次 那個 柯文哲把他放在 潛在投資人名單的時候 他馬上反擊 馬上開的這個 發了這個聲明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聲明比較晚 晚拿出來 後來我再去問經管會 經管會說 因為是 因為元大是一個金控公司 所以他所有事情其實是 聲明是一個重大的訊息 所以他必須要先透過經管會 經管會覺得他可以發 他才能發 所以他才隔天以後 才發這樣的聲明 所以我覺得這個貓咪在這裡啦 然後為什麼你把 你這樣子是不是 有這個偽造文書 是不是連這個當時 主持會議的人 他都不敢簽名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講萬一 到現在還是沒有在查 還是沒有去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繼續追下去 那嘉賓委員我請教 我開的火 錢到我不敢簽 我講問 還對我辦公室出去 你覺得這中間 有什麼樣的懸疑 其實剛剛益川有說過 公務員要自我保護的時候 留一手 他都會留一手 那我們都知道 聽起來這位副秘書長本身 也是公務員出身 而且爸爸也是公務員 所以該怎麼自保 做到副秘那個地位 做到長期負責管理小金庫 他總是要有一個方法 其實老實說 從合理推論來講 最後這個會議紀錄 有蓋你副秘書長式的章 表示你認 對不對 你認的內容你認 人家是底下簽 就副秘主持的 會議紀錄要送給副秘簽 簽額 表示那天的會議是沒有錯 所以你在那邊落款 落副秘的辦公室張 這個應該就是 簽成是收納你 確認會議紀錄 但是他今天可以說 我主席上面沒有簽名 但我們都知道 你當會議主席 你又是長官 對不對 你忘了簽名 你跑掉了 今天公務員爸爸 一定會追著你好不好 婚名這個沒有簽 對 有可能追 有可能追不到 有可能不敢追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知道這個案很棘手 他就有留一手 就是說這個我沒有簽名 不能代表證明 這是我主持的 但是人家底下公文都知道 就是最後的會議紀錄 送到你在那邊去 你確認 但是他現在可以推 他可以說 那個是收文章 那個是送來 我們這邊蓋個帳 表示我們知道了 不代表是覆秘同意 所以這裡面要追的事情 還要拜託署罰議員 其實除了這個會議紀錄外 付的有沒有內簽 因為通常一個會議紀錄 要付個內簽 內簽上就可以看得到說 是誰告訴這個 因為一個單純的 會議紀錄蓋個帳 並不能說明什麼 他一定要再付一個內簽 所以這個還有得追 依照公文 公務機關的公文流程 不過這個的確 這個科文在要小心 另外的這個 這個其實 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張在我們機關首長 就好幾個張 這個是本張 有假張 乙張 秉張 那通常假張 乙張 秉張 就會交給市長授權的人 那麼這個張要做什麼的 譬如說這個秉張 可能就是在核什麼核單據的 有時候主機當然很無聊 連那種買個什麼定書機的單據 也要報到手掌去蓋個張 那種事情不可能自己手掌蓋 都是交給一個機要人員 帶個秉張 乙張 假張 那我當過機要 那通常機要就會拿假張 但是這個張通常是什麼時候 這個張有時候是這樣 如果手掌不再出國 不是不在 他出國就要代行了 他有交給什麼 交給副手掌 說這個事情你幫我決 不然他自己簽名就好了 所以覺得自己是太醜 所以這個張 理論上這個責任是市長要單 但是有可能核這個張的人 不見得是柯文哲本人 可是 這應該是 蓋章可能不是 因為如果他也可以簽名 他不是說不要惹政生氣 不是就是簽名嗎 對 可是下面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簽日期的人 如果說你都寫 都自己簽阿羅佛數字的日期了 你為什麼自己不落款 自己簽日期的名 還要蓋個張 所以這裡面 我是覺得台北市政府 在他們的主政之下 很奇怪 大家都要防 防火牆 好幾道 對啊 因為我曾經帶過 我們首長的這個本張 因為首長說這個 你幫我處理 我就幫他 就有授權 有授權 但是呢 責任誰扛 首長要扛 對 如果是假張 假張是誰拿的 誰要負責 但是他基本上 首長授權下 是你做的決定 跟這個代表 首長決行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裡面 真的很多很多的貓膩要去追查 永宏要扛 我來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 給大家看這個蘇培要這個內簽 是簽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簽贏中追得到 為什麼 他這邊有檔案編號 因為現在都是電子公文 你知道嗎 都是電子公文 所以呢 電子公文內簽這件事情 公務員都 我跟你講 你說檔案編號 所以我知道是誰出去的 對 因為現在的公文有分兩種 一種紙本 一種是電子公文 電子文 電子文包括是內簽也是電子的 你最後的簽稿到最後的函出去 都有電子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是這個紙本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他這個當初的簽是電子公文 就是不是印出來送的 是電子公文在送的 但電子公文簽到最後 電子公文簽到最後的時候 比方說我說局長的時候 我可以在電腦上直接我簽出去 對 我也可以說 因為我都在外面招來招去 還是我在議會被尋的時候 很無聊 還是我要來上節目 你把它印出來 那印出來我就要用什麼 用簽名 那首長都有兩種方式 我跟你講 這個 對不起 這個叫直擊張 什麼意思 首長我可以簽一個 可 絕 如你 一般市長都喜歡用簽名的 有些首長喜歡用簽名 但是那個時候有時候時間很趕 對不對 時間很趕 你用直擊張是很快的 這有時候直擊張 直擊張跟出去的文的張是不一樣 出去的文就是 你簽都簽過了 然後才給那個用印的單位去用印 這叫直擊張 那直擊張 我們從當兵人事官簽到現在 直擊張你蓋了還是要壓一個 壓一個這個日期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這個直擊張 不會是叫秘書幫他蓋的 因為還有 因為他還自己簽了一個 換句話說這個公文證明什麼 潛數肥料公文就證明說 柯文哲對這件事情是知道的 知道什麼 就是這個權力金的底價下修這件事情 他是知道的 他不是不知道的 不是他下面的人大主大主 自己觀點的 就是他知道 他同意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蘇華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我也是簡單跟大家講 為什麼跑出今天元大的這一趴 原因是這樣 因為大家在質疑說 你這T16 T18 為什麼台北寸土寸金 然後你價格會越來越低 更重要是你把它分割之後 T16人家金人寶就要去給這個 產業發展的投資計畫書 那為什麼T17 T18沒有 他就說因為當初有這個 跟這個潛在投資人去問過了 問過之後 有兩家說沒有 拿兩家 他就因為不好意思說只有星光 你看星光11月11號 他們訪問說 他希望分開招標 訪問星光希望說能夠把這個 不要有投資計畫 11月12號第二天 他們就拍板同意了 完全照星光的那個 後面的時機點包括這個元大 12月16號的說同樣的條件 其實是一樣的時間 那關鍵在什麼 原來今天元大人壽就講很清楚 他說我們去開的 是屬於內湖的一個BOT案 跟這個沒有關係 那表示現在柯文哲 你台北市政府 他已經不是台北市 柯文哲你的人在說謊 就現在他已經明明白白在說謊 當時就在說謊 現在繼續說謊 這是最可惡的事 所以元大人壽當時不爽 我明明跟你開會的是另一件事 你竟然把我說成是那件事 然後又加上剛剛這個 這還涉及偽造文書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但我有疑問 蔣市府到底有沒有積極 要去追這個東西 看起來還沒有什麼太多動作 還沒有什麼太多 那你們所知順利嗎 現在是順暢了嗎 現在沒有很順暢 沒有很順暢 我以為房檔紀錄沒有簽到 剛剛才會拿到這一份 我才剛剛拿到 要了兩天了 剛剛才這樣 所以我以為是沒有簽到的 我跟你講 然後我去調 我去調聶湖的BOT案 他的訪談紀錄都有簽到 我說那為什麼我們的T1 T17 18不用 他說有啦有簽到 我說有簽到為什麼不給我們 他說 因為我們還在簽合 總共給我簽合了三天 到今天要第三天 到剛剛上節目前才丟出這一張 原來林玉紅秘書長 不敢簽名的這一張 我跟你講蔣市府 不要被人家看小了 因為民眾黨還特別嗆聲說 要查認真一點啦 叫你要認真一點查 所以蔣市府認真一點 不要讓議員所知 托三組四的 那這個電影律師 我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稍早 不是有聊有關徐喬心的事情嗎 但是這件事情 延伸到一個法案 什麼法案 歐洲商會他們說 現在台灣有一點投資風險是什麼 因為有一個是 國民黨立委提的 藐視國會罪 大家知道說 最重關於三黨 三十萬點 那為什麼歐洲商會會覺得 這個事情很嚴重呢 假設 我們今天在聊 藐視徐喬心 我們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他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找克勒斯 到立法院 報告 對 是不是要接受或是怎麼樣 所以這一條案子 其實歐洲商會他注意到了 問題很大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看今天歐洲商會也發聲明 他發聲明 不是去否定他這個報告 他講了三個事實 第一個 我在台投資700億美元 歐洲商會 我在台灣有1000家會員 500家公司 歐洲商會 700億美元 大家可能數字上太多 平均2300萬人的話 如果今天極端的說 歐洲商 我在這邊認為這裡有投資的疑慮 我撤掉了 平均台灣每個人損失97萬 平均 大家可能就比較感受說 預提說我會減這個錢 我要這樣子講 是說歐洲商會為什麼提出 這樣的警訊 藍白在國會提的 這個藐視國會罪 當然國民黨主題 白色的也在提 裡面的主要的內容 當然三年以下有些徒刑 他們都說 美國也有 美國的藐視國會罪 也可以對官員 也可以對人民 但是他忽略了美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歐洲商會今天 只對台灣發布警示 不對美國發布警示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美國講究政當法律程序 我們現在藍白提出的 這個藐視國會罪 是我國會自己決議 認定你藐視我 你聽政會說謊 你對我們不尊重 你拒絕政言 我就要給你起 後面相當於拘束檢察官 要去起訴了 美國的做法是什麼 美國講求政當法律程序 結果藍白說 你看我都抄美國法 美國有藐視國會罪 你只拿擴權的那一個部分 對於權力制衡 政當法律程序 大陪審團 完全自制不提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是 歐洲商會 為什麼今天還要再發聲明說 我在台投資700億美元 我有一千家會員 500家公司 這是第一點跟第二點 第三點是說 我每年都提建議書 我不是配合哪一個政治集團 我每年都提建議書 關注的是台灣政經情勢的發展 對外商而言是什麼 我看這個地方的投資 會不會有風險嗎 我如果這個地方投資有風險 我當然會勸我的國家 或者歐盟 他包括英國 歐洲商會包括英國 整個歐洲國家告訴他們說 你要來台灣投資你要注意 藍牌通過了這個藐視國會罪 如果通過的話 他有什麼疑慮 我們知道有很多錢科的立委 不要說負責 然後有一些地方結構 他是有 他確實有 他是傳奇 傳奇就是有錢科照樣當總召 這是傳奇 然後再來是什麼 他還是有其他的 有案在身的立委 他可以透過這條藐視國會罪 去威脅那些廠商 我今天叫你來 如果你不來 我可以獲得什麼利益 關鍵的 因為我們憲法67條很清楚講說 我們委員會得邀請官員之外 社會上所有有關人士 所以我今天要邀請許貴雅來 委員會報告也是要要求 我就說我覺得你這個節目 怎麼樣怎麼樣什麼什麼 涉及什麼就來 那你如果來還不禮貌 照現在國民黨的版本 三年 三年 提供邀請來賓的標準在哪裡 對 如果不提供表示國會 比以前空間罪還要高 不是啊 立委這麼大喔 可以這樣喔 這個擴權為什麼會讓歐洲商會提出 我剛好跟 就是已經超出範圍了 美商的經理人在聊這個事情 美商也持續在關注 美國是藐視國會最 現在藍白都講我都超美國 美商也在講說 台灣這樣子 美國商會的經理人在跟我講說 他們持續關注 歐商已經講了嘛 還有一個關鍵 因為美國是沒有質詢權的 所以他是要透過這個 聽證權 聽證會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他特別要去訂定 這個藐視國會 因為美國是沒有質詢的 是我們類似內閣制國家 才有這樣的質詢權 所以立委不能夠把自己做這麼大 這也會引起台灣整個 投資的環境 對啦 這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柯文哲他應對媒體 有鯊魚理論 議題我就一直丟一直丟 讓你暈頭轉向 可是呢 大家記性都不差 反走過會必留下痕跡 柯文哲打臉 柯文哲不是新聞 但是呢 這一招現在被徐曉星發揚光大 曉星大姑涉嫌 詐騙洗錢 婆婆的房子有抄帶的遺雲 他就微微舊照犧牲自己 我這個破皮名牌包拿出來 他說自己一直到15歲 都跟早餐店客人共用廁所 一下說借100萬 就跟借廁所的衛生紙一樣 一下就說我自由家貧 一下就說跟郭台銘比 當然是很窮 聊天好聊天散假 徐曉星打臉 徐曉星 這也不是新聞 但是呢 曉星他要繼續這樣 等於他就是 在台灣社會裸奔一樣 那也沒關係 在座的名嘴們 抽絲剝繭的能力特別強 LV的這個包包破皮 這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主菜就是婆婆 還有大姑的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角色 這個是鯊魚理論 沒有辦法轉移焦點的 明天同一時間 所有電影新團加油 我們再會